肯定優惑立志度假村營運爭議 經過協調 確定由屏東縣政府進行變更環評 目前優惑度假村一二區 領友合法旅館執照 維持正常營運 至於三到六區集合住宅區 則已經停業 環保局指出 業者已經送件 環評範圍為一到六區 申請作為一班旅館 環保局坦言環評必須在開發案前進行 第一次遇到營運中案件 送選環評 而且第二區已經認定合法 既然業者將全區送審 將秉持維護環境精神進行審查 不過屏東環保聯盟批評 屏東縣政府恐怕有求員兼裁判嫌疑 企圖將度假村就地合法 大家不要預設立場 黃保局澄清 優惑環評案不會預設立場 將交由環評委員進行公平審查 除此之外 要不要進一步追討 不當立德 將以環評結果作為認定 再多討論 藉著李傳 屏東報導